給你們十分鐘 全部叫你 情緒激動 男子在窗外大吼大叫 他要跳下來了 他要跳下來了 人整個爬出窗外還嗆蝦要開瓦斯 他丟出來了 你吃出來了 他丟一個小的 不知道是什麼 丟出玻璃罐又攻擊 馬路上全是玻璃碎片 警銷人員不敢大意 現場拉起封鎖線鋪設安全氣墊 上面相當緊張 他在樓上在窗戶邊喊 才知道他要開瓦斯 那我們就趕快躲到旁邊去 搞了兩三個小時了還沒結束 第一次社區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還是蠻恐怖的 小朋友也很害怕 當時一對情侶吵架揚言要開瓦斯 警銷貨爆之後立刻疏散22位民眾 可以看到現場也出動了消防車13台 以及派員39人要來協助處理 事發在二號晚間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的一處社區 警方初步調查 原來鬧事的邱姓男子不滿必分手 挽回戀情又失敗 就恐嚇要開瓦斯 前女友還被強留在屋內 長達兩小時 警方後續逮捕男子 以公共危險和恐嚇罪送辦 那甲池前女友攜帶了兩桶瓦斯桶 在裡面揚言要引爆 我們勸說嫌犯 那一切過程無人傷亡 求複合失敗還驚動盡銷動員人力來救援 這麼一鬧不僅吃上行責 雙方的感情恐怕也回不去了 3D新聞 渣漢民林玉君SNG小組新被採訪